要怎麼知道是不是泡水車 車是不是有撞過呢 車是有調錶嗎 輪胎胎我們怎麼看 是的 你擔心的SUM都知道 小姐小姐沒事吧 沒事沒事沒事 欸阿虹是你喔 是你喔小布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真的沒事嗎 阿虹沒事啦放心啦 之前不是說要買中古車嗎 怎麼還在騎機車咧 每天跑這麼多地方 人包鐵真的很危險 啊別提了 我隔壁鄰居家小黑啊 上個月才剛買了一台車 結果後來發現是泡水車 我妹這兩天買的中古車 因為調錶的事情啊 到現在還在跟車廂喬 我們這種新手什麼都不懂 怕被騙又怕踩雷啊 那還不簡單 我有一個好朋友啊 他在最有信譽的SUM當店長 擔心的問題齁 你都可以去了解看看 可是問了不買 這樣會不會不好意思啊 啊你放心啦 他們SUM就是服務好 買賣不成仁義債 不用怕啦 你什麼時候有空帶我去看 現在就可以啊 真的嗎 好走 是的 你擔心的SUM都知道 好久不見 阿虹你怎麼來了 欸小胖 我帶我朋友來 他有很多新手的疑慮 希望你可以幫他解答一下 請坐 不只是新手的問題 只要你有任何疑慮 我們都會盡力為你解答 我想了解 要怎麼知道是不是泡水車 泡水車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先用鼻子 聞車內有沒有霉味 然後看他原鐵件有沒有生鏽 第三點就是看地毯下 有沒有泡水過的痕跡 那車是不是有撞過呢 車子有沒有碰撞過 第一點我們可以從板件的螺絲 看有沒有拆卸過的痕跡 如果說有拆卸過的痕跡 我們要看它的撞擊點在哪裡 或是撞到哪裡 第二點 有些品牌的車子 它有易碎條碼貼紙 我們要看那些貼紙還在不在 剛剛所提出的 套水車 四部車 跟車身號碼引擎號碼變造的問題 這些除了車行保證外 我們還可以經過 YES第三方認證鑑定 讓你擁有雙重保障 太好了 那這樣子 車子有調表嗎 調表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網路監理站 它有顯示說 死車驗車的時候 公里數是多少 第二點 我們可以根據原廠的公里數 或是它回廠保養的時候 看它的公里數 我們可以做個依據 看有沒有調表過 唉唷 那個輪胎胎紋怎麼看 我們可以依輪胎深處的地方 它都會做一個小凸點 然後裡面的小凸點 跟外面的胎紋 如果是平行的話 就代表說 輪胎已經接近耗損程度 要更換了 哇太好了 那太謝謝小凡店長了 這樣我就不怕踩雷 不怕被騙了 當然啊 在SUM購車 除了YES第三方認證之外 還有三大保證 四大保護 及里程保證 多重把關 即使新手購車 也可以安心買 放心開 嗯這聽起來TAS多了 即使不懂車 也能輕鬆買好車 是不是 像我這台車也是在SUM買的 已經開四五年了 現在沒什麼大毛病 只要車行的車輛來源正常 你們買了沒有事故 正常使用 正常保養 開個幾年都不是個問題 對啊 主要是還有SUM給我們當靠站 那就是太讚了 那小凡店長 我想找一台五年內的國產車 有沒有比較適合我開的車啊 來喔 我們這邊看看 我會建議啊 像這幾台